古代文章 中國今天的思想界,主要三大陣營。 主要三大陣營。 全面法全統。 像胡適那樣的自由派, 更全面地多。 他不僅在思想文化上, 唱很高的調子, 全面法全統。 因为马克思主义当年讲的 是最自由、最平等、最民主、最博爱、最科学 无美不惧、最现代、最进步 而且超越了西方现代最美好的东西 反过来讲中国传统是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 也没有能够那样的博爱 天下人更不能为无产阶级或者下阶级伸张 因此他是革命的对象 这个早期的参加革命正义人 很多人都是有离家跟自己原来的家庭 要划清界限的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革命的对象经常就是地主、官僚 那么很多原来独书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的 官僚家庭出身的 这个都要划清界限的 在革命之初 这个不是没有它的缘故 也不是没有它一定的道理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很难两行 如果你要谈无产阶级的大革命 要把这些最穷困人的动员起来 重新建立一股新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你确实很难不严厉地批评传统 乃至于跟传统很多东西划清界限 但这场革命当然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是非常地深的 可以说是中国四五千年以来 没有这样子的整个文化受到彻底的摧残过 全所未有 不仅是中国历代 再怎么说对于儒家都有相当的尊重 顶多像五代十国 大家都是一群胡人或者一群武人 武人胡人 他不看重这个事情 但是不至于把你说成是一个罪恶的黑暗的一种事物 但近代也得变成这个状态 再加上不仅是思想上如此 那还有政治上全面扫荡 社会上的这个全面的扫荡 革命 要把儒家的家族主义 因为儒家是一种核心的 常常是这个犯政治 犯家族主义的这个东西 整个都要把你去除掉 所以这个革命革得深了 当然到了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人都要离开个别的家了 进入到公社过单位里头 要重建新的组织 人的再也不是说 以作为什么孝子贤孙 这个真的是要打倒的 要彻底的 要做这个社会主义的 共产主义的这个先锋队了 那么这样的结果 就是把整个中国的 原来的传统的社会组织 文化的基础 还有原来的伦理 原来的道德统统摧毁 想要建立新的 新的组织方式 新的伦理 新的道德 新的文化 不幸不成功 不仅中国不成功 没有哪一国成功的 北韩也不成功 俄罗斯也不成功 这个事情没法成功 所有的这些国家都倒了 只有北韩还在撑的 中国大陆民意上是共产主义 实际上当然也不是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既然行不通 但是他做成了一件事情 做成什么事情 其实做成了富国强兵 中间虽然有很多波折 但最后也就是说 建国立国还有富国强兵 就是中国人 如毛东所说 在天安门所说 中国人是站起来了 那这些既然就不但站起来了 这还富起来了 那意思就是说 马列 照我后来的看法 其实是为中国所用 怎么为中国所用呢 中国需要一个 优秀的政教组织 才能够重新建国立国 那传统的优秀的政教组织 可以用君臣这一轮 如果高明的君 他可以带出一群优秀的臣 来建立一个优秀的君臣组织 那历代的开国者都是如此 但是近代以来做不到了 因为君臣这轮垮了 那怎么重新建国立国呢 自由民主没有办法呀 一盘散沙 然后人这么多 建立不起来 于是最后只有党国 不是国民党 就是共产党 而且两个都效法列宁的政党 所以列宁是自为重要的 那因此 马列 在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是 重新建立的一个优秀的军政组织 军事跟政治组织 然后能够荡平群雄 重新统一中国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说他的学说 他的主义 有如何如何一定行得通的地方 当然有他的价值啦 社会主义是个伟大的主义 马克思也是个伟大的学人 那真正关键的地方其实是 透过列宁的这一套 当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搞一套这个穷人翻身 然后建了国 那这个中国近代 很难不走这条路子 当然三民主义也可以 但是三民主义力量 社会的基本的伦理价值道德秩序 通通会崩溃掉 那因此我们就取其长吧 取其长的意思就是说 马列主义有利于中国建国立国 再重复一遍 为什么不能像西方那样自由民主呢 因为自由民主一般起于小国 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 说说美国不是很大 美国刚开始很小啊 十三州的时候刚开始 各州的各邦都是很小的 然后它是联邦 然后它是一个新大陆的 一个十八世纪的新的国家 怎么跟中国这种四千年的 光族中民的民族 这么复杂的老国比呢 是没法比的 其他都是中小型的国家 所以 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多民族的 复杂背景的国家底下 一定要有一个优秀的组织严明的 这一个军政组织才能重新建国立国 这是当时最核心的事情 不管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都是这样 那好今天国也建了 国也富了 也算强了 对不对 那就要需要有文化了 这个文化只能重新 来讲儒家的文化 当然也可以吸收西方文化 当然问题是 它不太敢于真正抽成西方文化 因为西方文化一进来 那个自由民主东西一进来的话 它非崩溃不可 怎么叫非崩溃不可呢 因为那样子强调 每个个体的这个自由的话 每个人你都给他言论的自由 爱怎么批凭政治批凭政治 然后各自结党结社 那开玩笑 两三下的话 各种的反党的说法都出来 你信不信 这个几年之后压了多少事情 还有少数民族的 就非汉民族的问题 一定是天下大乱 所以他不太敢发挥那个东西 那另外一方面 西方的整个价值基督基督教 那你也不可能 把中国变成基督教的国家 更何况 凡是基督徒 都特别的敢于冲撞体制 尤其是新教 这个容易革命的 亚洲各国搞革命的 往往是基督徒 他更不敢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马列主义 是势必要与中国传统话相结合 否则会崩溃的 我坦白跟主人讲 这个体制会崩溃 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没有办法 维系一个良好的 一个伦理的 价值的 家族的 情感的 家庭的 道德的这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文化最重要的基础 没有这个东西 其他东西都是 浮沙建塔 再好的体制 再好的规定 通通会垮掉 人会钻空子的 你再多的 就算拿摄像头 从头把人都照得晚 看你会盯着 你会不会 会不会违反上面 不行了 到最后会集体腐化 所以习近平如此之言行 算是言行俊乏了吧 大打贪污 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 因为否则是贪污腐化 到了极点 不公不义的遍地都是 是不是 所以今天来讲 一方面党要重研制党 要全面的 这个整顿党的纪律 当然是一党之国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必须要 他的一个道德的 一个精神的基础 那马列跟这个 马克思跟孔子 我上次说过了 有他交集的地方 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东西体系 但交集的地方在于就是 他都是一种 重视一个 全面的 一个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人性 整合在一起的 一个理想的蓝图 所以这种 理想的蓝图里头 颇有他交集的地方 比如他对于人性 都给予比较高的期待 那么 只是儒家的期待 还比较尽情尽礼 他是从家族出发的 马克思的这个东西 好像对于 只要人一旦没有 这个资本主义的剥削之后 都好像成为 一个一个如此之利他的 爱人的人 这是也过了头了 但总之 就是 如果马克思跟儒家结合的话 我当然是认为 还是必须要一个真实的东西 我也是去大陆演讲 问他说 你们能够为社会而死的举手 没有 能够为这个 家庭而牺牲的 而死的 做还有一些 是吧 我不是问 我是先问牺牲吧 后问 就是到牺牲生命的地步 这两个阶段 总之 为家庭的这个东西 还是比较真实的 为社会国家而死的 这都嘴巴上说说而已 因此 那种 如果你连家人都不顾 你会能够顾到 天下国家 古人说这个是不能相信的 到现在也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还是要以儒家的这种方式 你可以推过到社会主义 我同意的 就是 因为儒家的原来是家族主义 家族现在衰了 所以应当推过到社会主义 推过到国族主义 这是OK的 就是还是大学的那个 身家国天下 古人的天下是说社会节的 你去看大学讲的天下 天下其实在讲社会 天下可以有两个意思 今天两个意思都可以 一个是天下各国 这也可以要讲 另外一个讲社会 也可以要讲 也要讲的 所以因此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架构理 在这个情况底下可以善用 那最好就是把共产党也儒家化 你吃人民的 用人民的 当然一切要为人民服务 所有的俸禄 所有的地位 所有的权利 都来自于人民 所以 一方面从严自党 另一方面要有它的一个 一个真正发自于内在的一种道德性 然后事情不要把人讲得太过 所以这个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 那至于制度上来讲呢 其实我也跟诸位讲就是 希望能够走精英民主的道路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 没有办法学美国的民主 那中国传统政治就是一个精英政治 而且传统政治它一定的民主性 怎么叫民主性呢 比如说考试制度 这些政治上的人都是透过考试来的 然后重重的制衡 然后中国不是没有宪法 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 那还有 这个神明 这个天降在义 还有祖宗家法 圣人之言 这个 这些种种都是一种制衡 当然我们要加上现代的制衡 自主的制衡 我的意思是说 还是去老化 我们要有以儒学 儒家为本的 这种做人处事的 道德伦理的这个素养 然后我们要充分学习 跟利用现代西方的这些良好的体制 那这个东西就在实际上来做 那 譬如说大部分两会制 两会制是OK的 但是要把它更民主一点 要真正 要让人民的声音能够出来 那你说一旦全部都出来 我就崩溃 那你至少让它出来 比较多一点成分 譬如说差额选举 这个选举是慢慢要比较真的选举 你还没有办法全面的言论自由 因为可能体制会崩溃 但至少要让人民的声音出来 让那些坏人上不去 让好人能够上去 对不对 所以包括组织部的做法 实际的做法也都是这样 就是要多一点民主 没有办法像西方那样民主 但是要逐渐逐渐增加它的民主 也要多一点自由 那你没有办法全面像西方这样子 但是就是这个分寸问题 今天管得太死了 大家都受不了 我认为习下来之后 一定会整个又往右走 因为中国这几十年来就是这样 像钟摆一样 要不然就左 要不然就右 之前挤左 然后挤右 现在钟摆的幅度应该小一点的 难免还是会有左右 但是就在摸索当中 左嘛就是保证现有体制里的稳定 右嘛就是你不能把大家都压死了 要更多的自由民主跟开放 但是也不是无限制 这个当中我并不打算挑战中共目前的一党 这个政治 因为中国目前一直也看不出其他好的方法 但是就是希望这个党里头的人能够多一些儒家的修养 也多一点自由民主的修养 那在这个基础底下 马克思主义要跟中国文化相结合 而不是说利用中国文化 变成说拿它来背书 然后自己还是任意 就是完全只照左了那套做 搞到最后 如果万一搞垮的话 那变成儒家给它垫背了 这个背黑锅了 这个也不行这个样子 那至于公有制需不要改成私有呢 我看是在很大的应该说相当的范围之内是要的 因为什么呢 第一这个是 人的基本的权益跟他的自由 保障的东西 如果都没有私产的话 国家可以控制一切的 这个所有的关于现代的西方历史的研究 显得这些 如果没有私有财产的话 人完全要受到组织的受到国家的摆布 那谁在上头谁就拥有一切 什么叫公有 公有就是上面的拥有 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叫公有 公有是个 是个好听的话 谁观大谁就有 谁观小就被人家管 所以当然你一定要有这个基本的石油财产制 那么是不是全面的石油 中国自古以来也不是全面的石油 就是有很多国家级的山林水泽 这个不是石油的 当然有的时候是 不过基本上原来的体制不是这样子的 那到现在比如说港口 还有很多就是牵涉到众人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地方可以公有或者集体所有 但是管理的方式呢 就是必须要有新的一种体制 因为一切都公有的时候 就是官僚机构拥有的权力太大 而官僚机构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率的 而且它很可能反过来会压迫人民的 所以这里的分寸来至于怎么管理 比如法国也有很多国营的企业 欧洲有不少的国营企业 他们的管理的方式虽然是国营 但是人民可以监督 不是说全部都是政府所有 这个这里头你可以是公有 但是人民必须要有能够监督的权力 这个问题也不先展开 中国的马克思是真的马克思吗 会不会是披着马克思外衣的诗的传统 这话讲的也笼统了 其实这个革命是很真实的 你要回回看这个过程 它是一心一意相信的 我研究过这个整个的 至少重要的这些关节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革命是个真的革命 他们也是真的是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从这个李大钊 陈独秀 早期的党人一直到毛泽东 周恩来 他们是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只是做出来之后 当然不符合 理想 全世界的马克思都不符合理想 你举一个符合理想给我看 对吧 就没有嘛 所以这个东西 讲白一点 就是把人性估计得太高了 不合人性的 人没办法那样干法 因此 其结果就会变成 结果是 好像是批的外衣的诗的传统 因为人本来没有办法 那样子大公无私了 我看了不少的官党宣传片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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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的县礼啊 什么的 拍一些什么这个警察啦 那个冲元战士啦 这个边疆的什么的意思 都是那种 大公无私 为人到已经 讲南地的不尽人情的地步了 对不对 当个警察当的没日没夜的 家都顾不上了 整个家都陪进去 当什么冲元战士 当什么都这样 你对人也要求太高嘛 你自己先做到吃吃看好不好 对不对 宣传这个有啥 有啥意思啊 难道这些 党政高层都这样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嘛 我们薄熙来 这个事情就知道他生活怎么过 他正好这个相反嘛 这奢侈引寄到令人这个 法子的地步对不对 他们两夫妇都是一堆 这个 女的叫面首嘛 男的叫做情妇嘛 对不对 然后都搞一大 什么人都不相信 全部都是私人党语 还搞了一群外国人搞进来 乱七八糟 就是除了他自己的那个小圈圈 就是一个搞小圈圈 奢侈引寅 那外面什么唱红歌啊 什么唱红打黑 搞得如此的左派 你看十一他生活内容 你就知道说是 武化到了极点 连薄熙来都这样 对不对 薄熙来算形象牌了 所以不是那么回事 在这个情况底下 制衡跟监督当然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事情啊 要平衡 要平衡 小龙猫说 小熊猫说 现代文明资本石油财产的市场 需要打普丁 但取消协商者的文明的当机 延宕的当 1956年公司已完成进 22年 1978年不得不回归 是这样没有错 现代性的基础 是资本主义 是有财产跟市场经济 还有自由 自由是现代性很核心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自由 自由的 自主的一个体制 那你取消这个东西的话 事实上取消了现代性 这个当时搞得几乎 怀疑要开除球技了 是不是 那现在改革开放苏联之后 本来蓬勃发展 这些年一抓之后 就整个经济萧条了 你想想看 所有的大学生 都想要进国营 那国营怎么可能有效率 这不可能的事情 人天性 他只有说 自己的企业 自己的钱 会一分一条的都计较 共加的 那就大手大脚的花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那因此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 就是他宣传的这个范例 这个不是一般的人性 所以要建立一般人性基础底下 所以因此 无论是儒家传统 或者说现代西方 它比较是一般人性的基础 那这个 现有的 各个共产主义的体制 为什么到最后都崩溃呢 就是它不是一般人性的基础 他把人要不要唱高调 然后实际上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到最后大家都觉得一片的虚假 到处都是虚假 所以这个不是 不是个长老之路 所以因此 中国的马克思必须要 这个三代都是这样啊 所以 所以 其实 且不说姚顺宇 我们 其实你从传说里看 姚顺宇我们实际不知道 但你看一看 譬如说 宇的传说吧 不 顺的传说 她的家里特别糟糕呢 为什么姚顺宇要嫁两个女儿给她呢 为什么传说她的家里特别糟糕呢 就表示她能够把家族搞定 那么这个 三代 然后底下三代国家 基本上 都是血缘团体立国 所以她本来 中国一开始最原初的 建国立国的精英 就是血缘团体立国精英 所以他们建立的国家 也是血缘团体的国家 叫做封建中法国家 本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血缘团体是可以建国立国的 只是 血缘团体的建国立国呢 它的组织 是松散的 因为家族的关系 就像封建体制 它是松散的 分封出去 每一个国 它是基本上独立自主的 所以到秦汉 秦国是变成法家 从此之后 秦汉以下 儒家 儒家就没有办法再靠血缘团体 来建国立国了 他便在靠君臣 君臣这一轮 他便比若父子 所以其实 君臣父子这一道 是一种广义的儒家 然后 大家看《三公演义》就知道 刘关章 像兄弟之情 所以以前能够打天下 包括企业能够打天下的 那就是 他很能够带人 大家就像兄弟一样 兄弟之间 有老大 其他人跟着走 老大也照顾大家 这样子一群人 一样建国立国 所以 因此 这是一种 非典型的 一种秦汉以 尤其是汉以下 的 这种 把 君臣比作父子的 这种建国立国的方式 那 但他的限制就是 他不可能是一个现代国家 那 结果呢 到了现代国家之后 我们必须有新的东西 这就此挑战整个儒家的体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中国现代 事实上 不透过党国是很难建国的 自由民主没有办法 如果自由民主下去的话 他会分裂成许许多多的 中小型的国家 那倒还真是所谓联省自治 然后最后可能就 就是打成一团 这个 这里头 惩罚跟利益 的观念 是怎么样 应当是说 不要这么简单的讲 驱动老百姓 当然要靠利益 也要靠惩罚 但利益 不也是一种奖励吗 对不对 譬如说秦朝人 秦朝人就是上手工 你 这个 杀敌有功 于是呢 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 这就是他的奖励了 所以 对于老百姓来讲 就是 惩罚 利益 奖励 这个都很重要 至于道义 道义 道义重要 道义也重要 道义 其实是维持人跟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秩序跟关系跟信任 所以因此啊 这些事情都重要 要善用 不要只偏于一边 不能死讲道义 不懂得这个因事利导 其实太子宫就很清楚 这个 《霍子列传》 对不对 老百姓西西来往往 这当然是为了要求利了 但是 在这个基础底下 要 太上因之 要顺得他这个事情 要建立秩序 我常跟诸位说 欧美的商业道德是全世界最好的 请大家明白这个事情 他有非常好的商业道德 才有这样的商业的成就 所以 要因事利导 建立秩序 建立道义 肖然说 感到儒家很温情 有了爱 人生很美 是这样没有错 儒家的人生是很美的 也善 也真 是真善美 而且他有道 他不仅有真善美 而且有道 在这个道的基础底下 他要懂得因时变化 甚至使者 公子甚至 这样他能够几千年 我认为这还是 中国的最好的基础 帝富访外又 有机会 就要反攻倒算 我党对于这一点 一直有警惕 其实 是很有警惕 警惕不就到文革了吗 文革之后搞得不行 改革开放之后 帝富访外又来了 现在习近平又要警惕了 哎 总之啊 就我刚刚讲的 他没有一个 比较常态的 合心合理的人性基础 把人啊 高扬得太高了 然后转过来 就贪污腐化了 这个 不是一个 平衡的方法 所以还是要回到一个良好的 一个人性基础 那 LA说 这个 国内受文革影响 互联网 互联网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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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于儒家有很大的敌意了 这个事情啊 是个大问题 不过呢 我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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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国民党主导一切的意见 那 这个 国民党一旦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 现在整个舆论阶 就完全翻过来 所以舆论是靠不住的 我跟诸位讲 舆论是可以被操纵的 小霞说 游览道路上的社交媒体的时候 现代人很不相信儒家 尤其是孝跟利他 是吧 是吧 可以理解 孝现在其实不好讲 在家族主义讲孝是 很 顺的 很自然的 在小家庭要讲孝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复杂跟困难的 尤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状态 更加上 大家跟家庭又比较疏远了 利他吗 已经从小社会主义利他 利他到底是儒家的 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说不清了 社会主义不是最利他吗 只知利他不知利我 儒家其实还是比较中庸的 所以 但儒家的核心不是利他 儒家是仁义 仁义不能等于利他 孝是有点困难 所以 但总之 年轻人现在很不信儒家思想 那台湾就更不相信了 但年轻人信什么呢 什么都不信 台湾年轻人也是什么都不信 大概就相信自由吧 相信自由民主 但相信自由民主之后 依然躺平 依然这个 无所适从 人总不能一路无所适从下去吧 所以 不急吧 就慢慢看 那儒家也必须现代化 不可能就照以前的方式 所以说 为什么不就是左派或自由派呢 因为 简单说 左派欠点我前面已经刚刚说了 不能光靠他这样下去 自由派呢 自由派 中国一旦真的要自由派 中国一定非崩溃不可 更何况 我们缺乏很多西方自由派该有的一些伦理的基础 所以 除了儒学 或者中国传逐世道 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建立 我们自己文明的一个文化的基础 对吧 那我一向的态度 除了也知道 是以儒学来吸收自由派跟左派 主任小熊猫 是说 小熊猫 对不起 小熊猫说 自由派代表中产 左派代表底层 是吧 那就表示说 他有他的社会基础 除俗家立场来讲 应当要充分吸收他 嗯 嗯 嗯 不然 不然一个说 荒唐自谁反传统 反得彻底 到更能成了 不连当年日本现代化界传统之利吗 那个 那个时代真绝了 这讲文革吧 还是 就是开国的这段时候 说好听了 鬼成与时 俱进 说难听的 硕点望主 封骨 不成 哎 是啊 这个 反传统真有那么要的必要性吗 其实 顶多在 革命的高潮的时候 要动员的时候 或许吧 其他 建国之后 都是过了度了 那就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那 中国受的伤害太巨大了 所以比起日本来讲 我们叫做传统也没了 现代化也远远不如 社会的基本的人心 跟道德伦理价值差得很远 所以 真是蛮悲哀的 就是 讲传统 讲现代 都远远不如人家 这算什么呢 但是 这多年的革命 也不是没有它的 所得 就这么彻底的革命之后 一切重新洗牌 重新来过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日本嘛 也就这样子吧 他就是 摆荡在他的传统 跟他的西方当中 经常处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也无法解决 那 慢慢慢慢慢慢 或许 但日本人 不善于把这两个真正能够融合在一起 中国呢 什么都革命了之后呢 底下指向的是应当 重新 大洗牌之后重新融合之下 一旦融合得好 我代表兼取其常 讲白点 就是 儒家 在于 人的基本的情感 价值 家庭 倫理 道德 人际关系 还有 文化 上来讲 他是 好的 而且是我们的根基 所以 这方面 我认为主要是要靠儒家 建国立国 组织 这个 集体的事业 集体的现代化的这部分 那 这个 是 马列的擅长 让 现代化能够充分的展开 让人能够有 得到 充分的 这个 自主 自觉 还有 民主的政治 这是自由民主派的长处 这三个 配合起来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因为 自由民主没有办法提供儒家所提供的 这一些伦理道德文化的 价值的基础 他们的基础是在基督教 对不对 马列也没有办法提供儒家这个东西 那儒家也没有办法提供 马列的这个 建国立国的 那 自由民主这些东西也不是儒家之所长 所以这个 兼取其长 这个 岂不是中国该有的未来吗 这是我一再跟诸位在这里说的 那可惜现在认同这个东西的少 所以不是偏左 就是 偏右 的自由派 这个我不认为中国有前途 这两个东西 我再一次说 你都自由民主下去了 中国非崩溃不可 你都非左 你都一路左下去了 中国就压抑自袭而亡嘛 对不对 然后伦理道德也没有基础嘛 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明白 奇怪 就没人像我这么说 说了也没人理 这奇怪 这是一个 这要融通古今中外 慢慢就会 应该会自然走上这条路子 也有一些人开始有这个想法 好像秋风的有一个想法跟你接近 不过他最近好像就整个左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秋风原来有一个想法跟这个近的 他讲传统跟讲自由或许讲的根底不够深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是不是都走 左派去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 这个说 自由主义的儒家 是对毛泽东思想适应时代的发展形态 以后就跟毛左 这么说 李冰冰说 自由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适应时代的发展形态 对毛泽东这么说 咱们能听得进去就好了 我是觉得中国大陆今天当然是需要讲儒家 也需要讲自由主义 但也要保持一个体制的稳定 其实你适当地讲的话体制会更稳定 大家觉得你更好 因为一党专政的最重要的基础是 大家觉得你高明你有智慧 而不是你有意识形态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想要一个党长期掌权 今天听的人可能也有一些共产党员 你最重要的是比喊你高明 你高明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拿中国 这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 要拿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 这些基础底下 你加上了社会主义 加上了自由民主 它就更伟大 那你能够这样善用这个党 大家觉得你伟大愿意跟你走 你如果就只是自己 然后什么都管 管的又不高明 这个大家觉得不自由 说自习 然后传统的东西 它的精华也出不来 那怎么行呢 是不是 所以你要长期执政 就是必须要高明 就是必须要贤能 那信里说 绝对主要缺乏现在权的机制 像其的宫斗具 依附于权力的拥有者 很无解 凡不只能像古代那样 替代明君贤相 而无缺乃在权力前面 只能是无力的 像古代建议者 平时只能博得君王一定的反思 这到底实现了 没有也全凭君主 是吧 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到处都在演功斗具 围绕在那个最有权的人旁边 转这个 哎 这个 怎么说勾心斗鸟 无聊到死 但是也让人 但这就是事实 浪费 无聊没有尊严 然后耳于我诈 这个 呈现人性的这个恶劣面 但是 不信 这确实到处都如此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一再讲 说要增加民主的原因 也要重视贤能 那有没有办法引进有效的权力的机制呢 其实到头来讲是人民的压力 我跟你讲 不管怎么说 这个今天是一个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 在每一个环节里的创造道教的意思说 它是个民主的国家 你必须要实现民主吧 是不是 有的民主就有制衡了 就是要 适当地引进人民的制衡 小霞问 中国马克思必须儒家化现代化的具体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呀 刚刚说的这许多 那都是在讲它具体 就是要在几千年的 如是道的文明 以儒家为主的 如是道的文明基础底下 它的伦理道德价值意义文化 这些东西都要保存 然后呢 也要善用马克思的这个制度 具体每样每样的事情怎么做 这个说不完 但这是一个大原则 你譬如你今天 你是管商业的 那商业上 就要符合这样的原则 你是管交通的 那交通上也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 具体的做法是要看 每行每业每一个领域怎么样 那我这里只能把这原理原则讲出来 我 我从整个中国史的眼睛认为说 中国今天不能够不承认这样子的一个 原理原则 那 就譬如说经济上来讲 经济上来讲 如果儒家化的 马克思主义 这个经济呢 就是不能太偏于集体 不能太多的这个国有 但是也不是说 一切都私有化 儒家本来就是这样 大部分的东西是私有化的 而且要 而且要 我也要注重平等的 注重公平的 这也跟马克思接近 但是也容许 这个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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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的 这个 这个 有钱 也要强调 他该有的社会责任 那 中国不是没有国营事业 中国以前的盐铁就是公卖的 就是专卖的 还有这个 所谓 开矿 啦 铸铜啦 这些种种 嗯 那 古代的三折之力 都是 国家的 那我刚刚已经说了 这些 比较属于 公众的东西呢 是可以有国营的 但是要给民众的监督 要有它适当监督的管道 啊 诸如此类 这就是我说的 啊 啊 一种现代化的 一种 啊 儒家化的 但也兼取马克勒之常的 跟自由主义之常的 这种经济的内涵啦 你明明说 我几个朋友都智商很高的 有理想的 但是 是相信是毛泽东思想的 对儒家颇不看重 我觉得是讯息封闭吧 啊 如果中国大陆不是讯息封闭 你真的让他全面的言论自由 这个 你试试看 啊 台湾当年很多人都还是相信国民党的 一旦言论自由之后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现在国民党整个垮掉 啊 所以 言论自由 讯息自由这个 这个 是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都是被 蒙的吧 那 再聪明再有理想也没用 啊 所以 有用了 但是很不能不见就能够出来 毛把儒用得很好 统一战线似乎就是把世代夫的党真 扩大化 运用 那倒不是啊 这个 世代夫的党真是 譬如说 宋代的新旧党 斗的你死我活 统一战线倒不是这个样子的 啊 王安斯也不懂得统一战线 司马光也不懂得统一战线 啊 所以统一战线是他一个了不起的发明 啊 这是 拉动所有的 可以拉动的人 对付他主要的这个对手 矛盾 啊 这个我不认为这是把儒家用得很好 这倒是把兵法用得很好 啊 你们说毛日东最善用的是孙子兵法 啊 那儒家并不怎么说 台湾儒学如何如此示威 因为台湾整个自由民主化嘛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台湾整个现在文化上 民间完全跟着西方走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儒学 的那个民间有兴趣的人 远比台湾 比例上要多个十倍百倍吧 恐怕是百倍至少是百倍起跳 啊 台湾的儒学是非常的衰微 这也是因缘这个 这个 所致 啊 就是 他在 被纳入了所谓自由宣言圈嘛 就是1949之后 他事实上是靠美国保护的 啊 那因此啊 那整个的路子是纳入了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欧美的文化圈子 那久了之后当然就是 整个走欧美这条路 崇拜欧美这条路子了 不论可中国受了伤害太巨大 是啊 中国受了 这 这个百多年的伤害 尤其1949之后这个伤害是太巨大了 啊 通三筒 是没有错 不过干扬的通三筒 啊 好像路子窄了一点 是毛泽东 邓小平吧 是不是还有中国传统 啊 大概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啊 那 嗯 嗯 不过这个 基本上这个思维 是应当如此了 这样子 不能只限于毛泽东 邓小平 啊 我的讲法是 以中国文明的基础底下 啊 要好好的 吸收 这个马列的 社会主义的 啊 还有自由民主思想的 藏处啊 各有各的藏处 嘛 然后放在适当的位置 呃 这个 这个 原来 呃 文良公姐让传统都在台湾保存的 啊 这倒是没有错 我跟你讲啊 啊 台湾固然这个 说 儒学 是为 但是台湾的民间确实 还很儒家 这 你说很矛盾 不矛盾 因为台湾没有经过文革 没有经过一些原创的革命 啊 也没有经过新文化革命 所以 台湾的民间是很儒家的啊 呃 欢迎有机会到台湾来 台湾的老百姓非常可爱 尤其 当年更不得了了 那是充满了人情味 现在当然都市化之后 人情稍微淡一点 但是 你如果譬如说 你在 无论在路上跟商店里都碰到的人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还真的蛮文良公姐让的 而且也首发首计啊 所以 我碰过 我碰过很多的 外国人都说 这个 这个 非常喜欢台湾 包括很多汉学家 一辈子研究中国 但是喜欢台湾 我就认识这样子 不止一个了啊 所以 其实 我觉得台湾人比较像原来的中国人吧 简单说就是这样啊 台湾人比较像原来的中国人 那 这个 中国的革命革得太厉害了 这是摆明的嘛 大家自己看一看 那倒不是日治一折啦 而是说 他是没有经过那么多革命嘛 那么所以 他传统保留的多嘛 就天人之际儒家人格 天理之间努力成一个伟大人格 守护家园 通古云之变 自由主义加马克思主义 挺好的 嗯 哎 这个 我们要救天人之计啊 当然 这个 就是 司马迁原来不尽然这个意思 不过你用这个事情没有错了 就中国传统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 意思就是说 人 是一个微小的个体 但是要融入天道当中 这样子我们人生呢 就有他的一种忧久广大的意思 跟一种真定的态度 世间的一切种种啊 你就不用再那么计较跟担心了 那今天讲孟子也是一样的啊 他从一个 遥顺 与文武周公 孔子 这个传统 你要能够懂得融入这个传统之后 你的人生啊 一辈子悠久而远达 那至于现实的事情 该做什么做什么 这个该现代化就要现代化 对不对 这个现代化的巨轮是快速运转的 那 以儒家的太多现代化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说 怎么可能 日本不是很多地方就比我们儒家吗 但现代化不是很成功吗 儒家跟现代化哪里冲突了 韩国也比我们儒家 韩国儒家 现代化不是也算成功 台湾坦白说也很儒家 现代化也算成功了 所以 亚洲的 那香港新加坡都一样啊 亚洲的这些所谓大龙小龙 现代化的成功事实上是靠儒家呀 对吧 所以不冲突啊 一点都不冲突嘛 是不是 那反而 把儒家都干掉 中国大陆现代化是最弱的 是不是 所以因此 不要 最糟糕的就是整天革命破坏 那聪明的就是像明治维新 或者我现在讲的这些亚洲的大龙小龙 这在努力建设嘛 什么好用什么嘛 是不是 那 我是很开明的态度 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如是道根底的文化 所以我们当然是 也当然这样也只能这样 而且他有他的非常优良的地方 那西方能不能这么说呢 西方很难 你在西方讲如是道 这个太太太远了嘛 对不对 但西方要复兴基督教也很困难 所以西方人很头痛啊 他们底下的有识之识都觉得说 这底下可能要完蛋了 就是因为伦理道德价值 家庭的基础都崩坏了 那这个这个文明是没有办法 这个长期维系的 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宝贝 不好好的保护 要做什么呢 至于说很多人 现在都喜欢自由派 喜欢左派 那有他的道理啊 我也赞成啊 但是不能偏一边嘛 是不是 这个左派自由派都有他的道理 就表示两边应该坚收 那谁能够做儒家中庸之道 不是最能够融合了吗 那祥顺说 现在的马列已经变成了政治工具 这个马列与儒家结合很大喜欢说 政治思想影响 这个形成政治做的 没错这也是我一直要谨慎的 你不要成了变成一个被政治利用的工具 《中国经济缺》 李平平说 我看了财政纪律 金融制度 工资制度完善 这个我也完全同意 这些都是现代化该有的东西 那一个现代儒家 就是应当要建立财政纪律 金融制度 工资制度完善 也要谈这个民主自由 但是就是一种比较中庸的 中庸的就是我刚才 这些人的民主 那这个 讲这个各种的纪律制度呢 你也要懂得也要本土化 否则也不是都能够 都能够做得到 那譬如说这里的话 你可以参考香港 香港的这个法制化就是 它财政纪律 金融制度 工资制度很完善的 这里面香港做得好 台湾还不如 台湾这一点来讲 台湾这些东西那就是 传统的负担拖得还太重 它现代化还不够 我一向主张这种东西要现代化 就跟厨房要现代化 厕所要现代化一样 你不必还用那种 明清的那个厨房 坦白说有什么好守的 明清的厨房跟唐宋的厨房不一样 唐宋的厨房就跟这个 魏京代表的厨房不一样 那先秦厨房怎么样 就更不一样 这没什么好守的 所以 所以儒家提倡的个人品质 非常有的现代化 是的 劣势缺乏超选人组织行会 乃至于就是政党 有自己的根底 有自己的文化的根本 有这个自信 那 我跟诸位讲一件事情 我在国外行走了十年超过了 就是住了就住了十年 那行走当然还会有 超过十年 这个 这个 我 就是有人就跟我讲说是 没看过像我这么有自信的人 就大部分的中国人或华人 看到西方人总觉得低头 自己骨子里头的 一种 有一种 或多或少的自卑 或者对自己文化没信心 最近刚看一本书叫周明之吧 写的胡适的那个传 他也是觉得说胡适骨子里也是自卑的 他我觉得他自己知道是自卑的 胡适没有那么自卑 因为胡适当初还蛮有点文化的底子 但是胡适讲到最后是完全拿西方标准来看中国 所以胡适也不充分的自信 讲到后来觉得自己的文化也没什么真的了不起的东西 那顶多就是比较接近西方的 带有一点科学的 像清朝的考据 他说儒家的理智的 诸如此类 但是 我发现 你真懂得传统的如是道的时候 你行走于世界各地是非常有自信的 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些很珍贵的 几天的遗产 这是你生命的核心 也是这个文化的瑰宝 而且它的价值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因此 因为你如此之自信 觉得这个东西是 如以让你自己安身立命 也是可以解决非常多的正式文化的问题的时候 你反而更乐于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的包括自由民主 包括马列包括社会主义 明白这个意思吗 人往往是不自信的时候就会排出异己 你真正充分自信的时候 我觉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是可以适当地吸收社会主义的 事实上西方的 自由主义跟社会主义者常常结合 在欧洲就是这样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不会排斥自由 在欧洲也是这样 他是有自由主义底子的 就是懂的意思吗 一个东西你真正掌握到他的精华跟精髓的时候 其实你反而自信 你能够好好地吸收其他东西 中国近代最大的问题叫自卑而不自信 什么事情都没把握 什么事情都只能靠听别人说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然后一旦有了信仰之后 就一头摘进去狂热 像宗教一样 然后就打击一击不择手段 这是悲哀的 要回到我们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宝贝 那诸位说我如果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我也一定很有自信也没有错 不过很抱歉 你要做到这一点 你要真正一个优秀自由主义者 首先你的外文要非常的好 然后你还要能够读遍大量的西方的自由主义的经典 还要从也要懂得他希腊罗马的传统 你要懂很多事情 一般的中国人做不到 我还比一般中国人做得到 我读过很多西方的各种的学说 所以中国人看到西方人当然低一个头 你讲什么都讲不过人家 你讲哪一部分都是人家的徒子徒孙 是不是 我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大家要死报中国的传统 那内有太小家子气了 那内有太小家子气了 我的意思是说 祖先留下我们的宝贝 你不好好的保持 你当然没有自信 其二 祖先这个宝贝 他还可以帮助解决西方很多的问题 因为西方人他是个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他解决不了 如果你自己真的做起来之后 你也可以当一个好的一个表帅 所以他是一个有客观的恒久价值的一个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 那 好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 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话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 传统文化 我想这个后面的题目更好 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那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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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